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喊出劳保非改不可的劳动部 原本预计要在11月份 将草案送交行政院审查 不过消息一出之后 引发多方的反弹 劳动部似乎也承受着极大压力 因此9月中年改计划临时喊停 劳保负债就像一枚巨大的定时财务炸弹 破产的引爆时间点 预估就落在2026年 而且这笔潜在债务更是高达10兆元 为何会负债如此高 最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人口结构改变 因此早期所得替代率 才会从1.1%调涨到1.55% 一连串的错误政策 让负债越来越多 根据国发会研究推估 抚养比将会从现在的7位 7兆年抚养一位老年人 20年后变成两位7兆年 抚养一位老年人 光从劳保负担来看 承担的比率增加了3.5倍 棘手的劳保议题该不该改 何时要启动改革 记者李志华 吕汉威 带您了解 走出电梯门一如往常刷卡 在人力工资上班的李小姐 这一天正在忙着 和客户沟通活动流程 以及准备内容 是 我们十一大类的张者都会出席 仔细核对公关活动流程 七年即生的李小姐 已经在这间人力工师工作11年 薪资已经比一般的同财多一些 不过即使收入4万元 但要在台北市生活还是不容易 因为扣除生活基本开销 所剩相当有限 如今听到劳保改革 很可能会多脚少领延后退 难免会觉得很没保障 相当没有保障 因为毕竟就是 现在的大环境也不好 所以你要再去多找一些 兼职或是接案 其实已经是很难了 对 所以会觉得 稍微有一点没有希望的感觉 迟早都是会面临到这个问题的话 所以提早发现这个制度有问题的话 去做改革 然后如果要面临到多角的状况 我觉得是 可以理解的 毕竟说就是这个制度 它是社会保险 劳动部长许明春接受访问时表示 劳保将在2026年破产 根据统计 截至今年6月底 已经有133万0857名 退休劳工前领月退 平均金额约17500元 你想一个 如果有差不多35年年资的 现在大概 投保薪资在4万3000多的 大概一个月都可以领到2万左右 那领2万左右 一个60几岁的人 按照现在平均移民来算的话 可以活到85岁左右 这个很正常 所以中期医生大概可以领到好几百万 按照目前年改目标 所得替代率降到1.3% 计算基准拉长到180个月 年金将减少4到5000元 不过不少人都以为 劳保老年年金就是退休金 其实劳保跟劳退是两种不同概念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件事情要澄清 退休退休跟谁退 退休是跟老板退 劳保年金是跟谁领 是国家领 所以劳保年金根本不是你的退休金 你的退休金不是跟劳保年金领 你的退休金是跟老板领 就是劳退 简单来说 劳工退休之后 可以领到两种费用 劳保年金就是退休后 政府所给付的1万多元 劳退则是由雇主以员工薪资为基准 每个月提拨6% 劳工则是可以自由选择 最高可提拨6% 这些钱会提拨到个人装户 因此不会有倒闭风险 所以每个人退休应该是领两笔钱 劳保跟劳退 劳保其实是劳工的零用钱 不是退休金 劳保新智在2008年三读通过 透过每个月缴交劳保费 来获得伤害 残废 生育 死亡 以及老年年金给付的保障 收费比率雇主70% 劳工20% 政府10% 来分担劳保保费 劳保的费率大概是这样 你会有一个叫投保薪资 然后按照投保金资去算保费 这个保费当中 其实你实际出的只有20% 那有70%是你老板出的 有10%是雇主出 所以是721 比如说如果一个月要缴1500块钱 你真的实际缴的只有300块 真的出的比较多的是你的老板 依照2008年通过了 劳保新智规范内容 为了增加劳工退休后的生活保障 将一次性给付金 修正为年金制度 让劳工能够在退休 没有工作的情况下 还有年金可以支付 生活部分的所需费用 不过依照目前 劳保老年年金的所得替代率 1.55%来计算 尚未勤领的潜藏债务 的确高得惊人 所以潜藏债务就是 过去你的服务年资 所累积的政府应该给你的 老板的年金的金额 那时你现在还没去领而已 你或者你还没达到标准 或者是你还没有退休 这个潜藏债务已经迟早了 这个已经很可怕了 再加上我们的现金流量 也就是我们现在有老板基金 我们现在的这个基金里面的余额 大概只有几千亿 那这几千亿呢 如果完全不改 因为我们未来的这个老板的 这个潜藏债务的累积是非常快 如果都不改的话 从劳保基金近六年的收支状况来看 2014年跟2015年 收入2936亿 而3195亿还能勉强支付 劳工勤领的老年年金 例如意外伤害与生育的保费补助 不过从2016年开始 收支开始出现死亡交叉 2017年开始出现亏损 直到2019年每年亏损金额都高达200多亿 预估劳保基金在2026年就会用庆 潜藏基建劳工老年年金的费用高达9.11兆 但是为何老保年金会出现入伍付出的情况 我们的老保一开始就是采取所谓的部分提存准备 所谓部分提存准备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世代你缴的钱 根本就没办法去支付你未来要领的钱 所以会累积一些债务 那当然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完全贴存准备 完全贴存准备就是 你现在缴的钱就是你未来你的钱 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的研究 2005年扶养比是7.4个青壮年 扶养一个老人 2020年4个青壮年扶养一个老人 到了2040年 则是两个青壮年扶养一个老人 因此20年后 有劳动力的人口所需负担保费 从原本7个人共同承担 大幅减少只剩两个人 若饶保费率没有修正 20年后一个人的负担将增加3.5倍 可是因为一开始 我们没有走完全贴存准备 我们走部分贴存准备 那为什么会这么做 是因为那时候的劳动力结构 是一个正三角形的 也就是领的人少 缴的人多 而且我们的薪资有在成长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把你要领的钱 有一部分是留给以后的子孙帮你缴 那是OK的 因为缴的人很多 可是慢慢的我们的劳动力结构转型了 也就是我们由正三角形 慢慢变道三角形 也就是领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缴的人越来越少 专家认为劳保改革 势载必行 因为如果不改 未来的世代将会无力负担 我想这个社会应该要有一个体认 也就是获共识 也就是说劳保大概这个制度 是已经到非改不可的状态 那当然说实在是今天才发生吗 不是 2013年马英九前总统任内 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因为当时马英九总统提出了 年改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后来无期而终吧 事实上2008年 老保老年给付 从一次性改为年金制 当时老委会精算出 原本的所得替代率是1.1% 立法院后来决议提高到1.55% 却让老保老年年金的负债 在15年内 如同杀不住的列车一般 年年攀高 早期的劳工 他们缴的保费是6% 但是他们领的是 2008年立法委员所 所通过的是1.55% 那将来1.55% 因为他可能已经 跟他的保费之间的 那样的一个关系就脱钩了 就是你缴的很少 但是却领的相对的多 那相对的未来 可能某一个世代 他就要缴到12% 是比那个6%的保费 他多了一倍 但是他所领的 可能就会越少 如今要达到收支平衡 根据劳保局精算 保费费率得从现行的10% 要增加到27.94% 以行政院主计总处 公布的资料显示 2020年6月份收雇员工 平均薪资50,581元 再以投保的45,800元 最高级距来计算 劳工需缴交1,008元保费 将增加到2,822元 才能填补劳保黑洞 那劳保本身的改革 它不只牵扯到天平的问题 牵扯到制度内部的 世代之间的问题 我们说穿的就是说 这次的改革 它应该朝一个方向 就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要 共同去承担一部分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跟义务 这样子的话才会避免说 把所有的责任 丢在同一群人身上 劳保目前费率 法定上限是12% 但还需加上1%的 就业失业补助 为了维持运作 无论如何提高费率 势在必行 对年轻劳工而言 都会面对 缴更多领更少的情况 所以其实如果有高收入的人 他其实希望他们 可以负担多一些 对 我觉得是高薪的劳工 他们可以多担待一点 照顾更多的人 然后多缴一些保费的部分 让这一个运作 可以良性的循环 年轻族群担心 目前劳动部 已经多次对外抛议题 试风向 若真如同预期的 把所得替代率 从1.55% 调降到1.3% 计算基准 从原先的退休前60个月 延长到180个月 学者预估 年金情领将会少1分之1 虽然劳动部回应 会邀请专家学者讨论 并通白评估 目前言议中尚未定案 不过就算配合政府 难保未来不会再改 过去的改革 确实会给年轻人 一直没有盼望的感觉 反正你只是把破产的时间 往后延而已 所以我一直跟政府建议说 你这次的改革 你一定要有一个承诺 第一个 你的债务不会再增加 你的债务不会再增加 那让年轻人知道说 你现在缴的钱 就是你未来要领的钱 既有的债务 我们用别的方法去解决 绝对不能让债务增加 用这样去诉求 您先才会觉得 这样改革对我是有帮助的 劳动部原本年底 会把劳保年金修正草案 送到行政院审查 外界反弹后暂时喊停 学者指出 虽然改革刻不容缓 但取得社会共识也不能少 建议还是要广设座谈 才能消你旗舰 让劳保永续发展